我回去的時候會問他們 會問說 寶寶你們今天怎麼樣啊什麼的 他們都不想理我 可是妳是什麼狀態 就是她就 她一定是她的狀態 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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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喔 就是這樣喔 小朋友會有點怕吧 媽媽說來 媽媽抱抱 媽媽抱一下 媽媽抱一下 結果他們就會不理我 不理我之後 我就會開始跟雅蘭一樣 就會開始 為什麼妳們養那麼大 她會這樣 又是一個隨向星座 就開始 怎麼辦 情緒就宣洩出 對 就會覺得說 我那麼愛你們 你們是不是不愛我 是真的愛 會感覺到有點失落 那怎麼辦咧 你們就抱抱我就好啦 媽趕快休息 可是靠近妳 妳會 算了 算了 不要啦 不要 我知道 我知道 這種就很難 妳知道 因為有些時候情緒釋放出來的時候 她思緒很 也是很快 會亂的 而且她心裡會很多小劇場 對 妳去抱她了以後 她抱她說不定 抱太緊她還會把妳推開 就覺得是說 妳在幹嘛 妳不要再纏著我啦 沒有 就覺得有一點那種 就是那一種 就是本來被熱臉貼人屁股 然後妳後來再回頭 要來找我的時候 找妳的時候妳反而不要 我不要妳的頭氣 對...有這種給 就變這樣 但我要反駁 我要吐槽我的女兒 就是呢 我不是說過了嗎 就是我國中之後 就不會收她們 我會讓她們財務自由 譬如說 她跟我一起來上節目的錢 我也都會給她 自己保管 或者是 有時候我業配需要她的幫忙的時候呢 我也會給她一筆仇勞 哇 妳會給妳仇勞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 我希望是她從小 要知道怎麼理財這件事情 但是 就像我剛剛講的 她這個人有錢在身上 她就開始全身癢了 真的 是喔 然後她完全沒有儲蓄的習慣 又加上她現在在追星 然後她會把很多的 新超花 財星 她會把很多的錢花在買小 對 小卡或週邊商品上面 甚至還有一次 而且騙了不少 我還陪著她 就是去養恩姐家旁邊的警察局報案 重點是呢 妳知道她愛花錢花到 連那個7-11的店員都會跟我說 Vicky姐 妳家女兒的領貨又一堆 她這樣有點誇張 這件事情是我跟她爸爸 非常擔心也非常頭疼的事情 到現在她還是很愛亂花錢 我現在好奇是哪一些韓星 妳是比較喜歡的 男團 男團 BTS 不是… 是 NCT NCT 不是 NBC 不是 NCC 我沒有 NCC 我們要好 NCC 對的 NBC 不是 NCC 其實我很擔心她 因為我會覺得她很單純 但是我會 我要反駁一點 就是我會把 對 我會轉賣 妳會再去騙下一個 對 我會轉賣 不是… 沒有 我會轉賣 而且有時候她就是還是時間過 很久了以後可能就是已經 這個專輯可能沒有再犯了 她就會那個裡面的東西就會升值 她要賣掉 妳沒賣掉還不是一位 妳看…股票一樣 糟糕 什麼女孩子都一樣 她現在會講這個東西 以後就是買 就是亂買包包 現在剛好就沒有漲價 之後再賣 糟糕了 好 來 同學們來評評理 到底哪一邊比較誇張 比較多票的要接受懲罰 我們來看看誰的票數比較多 媽媽 我覺得你們都應該是亂花錢的小孩 媽媽… 對不起啦 女兒獲勝 講一下… 第一個我像我覺得Vicky姐她喝酒這個 如果她是處在自己的世界裡面 不要影響到小孩的生活 那我就覺得OK 但是她已經影響到小孩了 我覺得這部分就比較無理一點 然後再來是那個 剛剛那個亮亮她說的 追星花錢這部分 但我覺得這一切都是 那我覺得這部分如果 有出問題的話我覺得 家長要負比較多的責任 因為家長要付出教育的這個責任 對 所以我覺得媽媽比較無理一點 真的嗎 怎麼會這樣子 但我要講… 這個 這個花錢上面有些人是這樣 她假如現在沒有節制 她可能一路習慣養成 對 妳後來要叫她改 她改不掉妳知道嗎 跟屈哥其實就很擔心她這樣 這個也… 這個平安講也要稍微注意一下 對不對 妳上次對 假如最多的時候 就是妳花了哪一筆錢 妳是覺得最冤枉的 有沒有 就被騙那一筆吧 被騙那一筆 就很多錢 很多錢 糟糕 對啊 那是幾歲的時候 9千 今年 去年 去年15歲的時候 14歲的時候 就被騙9千 14歲被騙9千塊 等於一個大概大人被騙9千萬 而且她是整齊 9千萬沒那麼多啦 而且其實…我比較 我比較覺得我擔心她 是因為她事情發生之後 她才跟她同學商量之後 她才告訴我 但是就今天 妳的票數還是比較多 妳贏了喔 妳又可以買東西 妳又可以買東西了 對 對 我覺得你們這些在 亂花錢 手機都拿出來 手機有沒有 妳好像也只有一筆是不是 來 看是什麼東西 膠片 一個膠片相機 膠片相機 那應該不會太貴 那我可以接受 那妳剛剛 我幫妳領獲的錢1千多 妳還沒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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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媽媽負責結帳一下 來 可以 我們還 怎麼樣 1千多 膠片 膠片1千多還好 還好 對 還好 還5千的 這個最近很紅啊 對 大概就是 反正就是一個相機 好不好 OK 來 我覺得我今天要把自己灌醉了 媽媽 媽媽請幫她的膠片相機結帳 買單 買單一下 OK OK了嗎 有了 恭喜好不好 太棒了 好 以後要多給媽媽一點愛 好不好 抱抱媽媽 謝謝兩位 謝謝 好 接下來是真理解決 Let's go